公元184年 东汉的陵地公和七年一月的某一天 洛阳城中一个叫唐舟的人走进了官府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有一个叫张角的人 将会在两个月后给朝廷一些小惊喜 作为东汉末年的民间顶流 大贤良是张角的大名无人不孝 唐舟告诉官府 两个月后 张角将带领数十万教徒一起造反 所有被教徒们锁定的目标门上 已经被打上了识别码 甲子 对于这条爆炸性消息 东汉朝廷极为震惊 立刻下令全国搜国张角 然而 此时的局势已经不是一则命令能够改变的了 在十几天后 帝国的达管显贵们就听到了那句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造反斯logan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遂在家子 天下大吉 当时间走到公元184年时 东汉帝国已经运转了160年 距离汉高祖刘邦称帝也过去了386年 在这一年 帝国内部的矛盾达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 在中国历史上 东汉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朝代 具体的表现是 他的皇帝团体 整体上呈现了极其年轻化的状态 甚至有一些过于年轻了 在东汉的14位皇帝中 有10位皇帝登基时不足10岁 在政治上 他刚刚登基 在现实中他上不了初一 最过分的 比如汉上帝刘龙 结位时刚刚摆天 结位后仅仅200多天就夭折了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寿的皇帝 除了年龄小外 东汉皇帝还寿命短 平均年龄不过27岁 从第二任皇帝汉明帝以后 东汉没有任何皇帝 是20岁以上即位的 而且这些皇帝 几乎都是30岁左右 就早早告别了职业生涯 由于皇帝的短寿 东汉的政治结构 呈现了其他朝代 从未有过的局面 由外戚 宦官和士族三国势力 争夺和分享着帝国的权利 三国势力此消彼长 轰轰烈烈地走过了 100多年寄星人少的岁月 相比于皇帝的短寿 东汉皇后的寿命 则普遍长得多 平均年龄比皇帝长出10岁以上 因此 东汉历史上 长期出现太后临朝的现象 吃水不忘托谈人 掌权的太后 必然要提拔一大批娘家人 外戚就这样成为了 东汉政治中的重要势力 历史上多次掌控政权 太后依赖外戚 皇帝则依靠宦官 当幼年的皇帝长大后 很快就会发现 不听老人言 快乐好几年 成年皇帝 几乎都要与掌权的外戚 不发冲突 而此时能够团结到皇帝身边的 则只有宦官 因此 东汉的政治斗争 几乎都以外戚与宦官重途为核心 而在两大集团分厅抗礼时 士族的态度就尤为重要了 在三国演义里 塑造了很多人心相悍的士族形象 但实际情况 则比演义小说中复杂得多 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 其真正的人数都非常有限 占据东汉朝廷绝大多数的群体 始终是全国上下 大大小小的士族门阀 由于东汉建国时 受到了地方豪翔和士族的支持 所以 东汉士族在建国后迅速得到发展 东汉官员待遇极好 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俸禄 就相当于720亩土地的收成 可以快速进行土地兼并 同时 查举制的制度 让地方豪翔获得了入室的制度保障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到东汉末期 士族们在中央占据显赫官位 在地方占有大片庄园 诗人称当时的豪族们伐为 豪人之士 连动数百 高田遍野 管设不宇周郡 田母帘于芳窝 士族与大地主集团高度重合 已经成为东汉社会中 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阶级 但是 士族们虽然实力雄厚 但东汉的权力核心 始终在外戚宦官之间摇摆 这种局面是让士族非常不满的 尤其不满宦官的长期掌权 公元166年 以士族领袖里英为首的士人 对宦官们发动了第一次攻击 引来汉汉帝大怒 后世子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汉汤明三代的君主 都入宿中用宦官 其实核心因素只有一个 宦官不会篡位 但大臣会 宦官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皇权 但文武百官未必 所以 在有些皇帝眼里 挑战宦官就是挑战自己 汉汉帝认为 对宦官的攻击就是对皇权的挑战 因此将李英等200多名士人们 作为党人代不入狱 虽然最终这些士人们被赦免 但皇帝命令他们终身不得为官 而且将他们禁锢在家乡里 这就是第一次党雇之祸 可是 皇帝的命令 却引起了天下士卒的公开挑战 这些被皇帝定为罪人的士大夫 获得了士卒极高的礼遇 南洋名士范庞作为罪人 在回家的路上 得到了数千名士大夫的欢迎 许多党人们还未等到家 就收到了天下各郡县公府的 结交邀请 这些与皇帝为敌的士人们 不仅没有为排挤 反而被当作英雄 汉皇帝先起的党雇之祸 已经将皇权与士卒的矛盾 摆在这台面上 公元168年 新皇帝继位 以陈三为首的士卒 试图联合外戚 联手消灭宦官 可是第二次常试也失败了 明氏陈三被处死 大量士卒被流放 使成第二次党雇之祸 两次党雇之祸后 宗汉士卒与宦官集团的矛盾 已经无以复加 但很多汉朝士人 还对新皇帝抱与厚望 因为皇帝当年只有十几岁 万一小皇帝长大后 能够拨乱反正呢 可惜的是 这都被世人们寄予厚望的小皇帝 后来一般被称为汉陵帝 永康元年汉桓帝家崩 由于汉桓帝无子 因此宗室流洪继位 也就是后世的汉陵帝 在历史评价上 很多人都认为 汉陵帝是一位很会玩的皇帝 虽然在陵帝继位时 东汉帝国内有外患 阶级矛盾极严重 水汉文艺连绵不断 但陵帝并不介意这些事情 他将最主要的精力 放在了开发自己的娱乐项目上 首先是出行方面 对于过去的马车 陵帝认为毫无新意 他命令从外地购置了四匹白驴 每天驾着驴车出行 这种新式交通方式 很快引来了洛阳城里 达官显贵们的笑话 这些人的抢购 很快造成了洛阳驴位 造就了驴这种物种的高光时刻 除了出行方式的放心外 他陵帝还开创了 真人巨尾沙的先河 他在登机后 非常怀念民间集市的场景 命令在后宫仿召外界 设立了集市 命令宫女太监 伪装成小商小贩 后相交易 而且 这个集市做到了1比1防针 在这个人造不景中 灵帝的太监们 精心设计了各种门店 里面堆满了搜刮来的 七真一宝和新鲜货物 太监们还为每个NPC设置了剧情 比如卖唱的 饮酒的 吵架的 甚至斗欧的 完全做到了沉浸式体验 1比1还原 服务理念领先同行2000年 而灵帝最为著名的创造 则是他为后宫的宫女们 发明了开装库 实际上 灵帝的下线还不止于此 他在中平三年 专门修建了1000多件房屋 命令宫女们赤身裸体的 在此游乐 将此处命名为裸油管 开成了东汉时代的天体营 虽然在娱乐上 消耗了如此多的精力 但如果说 汉灵帝完全不理朝政 倒也不是事实 实际上 为了解决他个人 和朝政的财政问题 汉灵帝下了很大力气 比如他开刷了一个 行之有效的创收方式 卖官 在古代社会 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 历朝历代都有过卖官行为 但历朝的卖官都比较有节制 比如只刷荣誉称号 或者只卖低级官位等等 但汉灵帝的不同 由于宫中开支巨大 国库一批入戏 为了弥补归空 汉灵帝下决心 将卖官产业规范化 打造了卖官界的行业标准 公元178年 汉灵帝创作西地 作为专业的卖官机构 与其他朝代的 遮遮掩掩掩不同 汉灵帝卖官的原则 是既然卖 就卖得公开 卖得彻底 他将各类官职明码标价 做到市场公开透明 315来了都说不出啥来 首先 由于油水含量的不同 地方官的价格 要比同等级的金官高一倍 各级官位价格 根据凤路都不同 而价格不等 2000弹凤路包价2000万钱 400弹凤路包价400万钱 其他朝代的卖官有等级限制 但汉灵帝这里 则所有的官位都可以购买 上到三宫九星 下到多优县令 任何官位都可以买 品类翻多任君挑选 而且 哪怕对于同等级的县令 也根据不同线的富裕程度 在价格上予以区分 保证财货对版 皇帝多卖钱 买家少花钱 如果你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皇帝还贴心的推出了按揭制 只要交雇首付就可以上任 上任后按揭还款 发展到后来 灵帝已经不满足于卖国 连正常的官员升线掉任 也需要交钱 没钱一律不语提娃 真正做到了精准收割 人人上车 而那些买官的官员 如何收费成本 相信大家也可以想象 汉灵帝所收获的巨额金钱 最终都十倍百倍的 压在了东汉百姓的头上 汉灵帝的统治 让东汉世俗绝望了 皇帝的荒唐 已经超出了历代之冠 对于宦官 汉灵帝曾经有一句名言 张常世是我父 赵常世是我母 皇帝将宦官设为父母 信任程度可想而知 在灵帝时期 有一次宦官为了取悦皇帝 曾经给一条狗 戴上官服售袋 让他走上朝堂 汉灵帝看后 哈哈大笑说 好一个狗官 满朝世大后 面对如此歧视大乳 却无可奈何 在汉灵帝的统治下 党共之后有增无减 敢反对宦官皇帝的士卒 祸杀祸贬 世人的势力被死死压制 与之相对的 宦官的势力 则达到了顶点 霍汉书中形容宦官的诠释是说 忠官禁席 切尸果饼 手握王爵 口寒天线 举动回山海 呼吸变双鹿 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将校 牧首令长 遍布天下 而就在汉灵帝荒淫无度 东汉朝廷万马齐音时 一个人的出现 打破了僵局 他的名字叫张角 张角 中国历史上最有格局的犯贼 在中国历史上 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要么是世出偶然 比如陈胜李自成 要么是心怀不满 比如皇朝洪秀权 但起义的领导者 大多都是出身抵当 因为机缘巧合 走上了轰轰烈烈的奏反之路 而张角与其他人都不同 首先 他的职业绝不是异族 或者不地秀才这种普通百姓 张角非常有钱 其次 张角造反 绝非活不下去的接根儿戏 而是有计划 有组织 有预谋的造反 国子以下全是格局 在《三国演义》中 张角的形象 比较接近于一个 装身弄鬼的妖道 但历史上的张角 实在是一个 搞组织搞舆论的天才 相比于《史记》中 拥有单独世家的陈胜来说 张角的待遇比较惨 后汉书《三国志》中 都没有列转 我们连他的出身都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张角的发迹 是因为他创立了一个宗教 太平道 所谓太平道 其教义比较复杂寒混 总的来说 是黄老之书的一种发扬 追求的是 周期旧雄 乐意养人的太平时期 对于阶级矛盾异常严峻 政治环境极为黑暗的 东汉社会来说 这样的口号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除了美好远景之外 张角还为人们 提供现实帮助 东汉末年 瘟疫贫乏 环帝时期爆发了三次大疫 而灵地时期 则全国大疫五次 朝天对于如何 阻止瘟疫毫无办法 而张角的太平道 则在此时蓬果发展 因为张角号称 能为百姓治病 他给百姓大量发放腹水 并称 吹下腹水即可治病 如果你治好了 那是我的腹有效 如果你没治好 那是你的心不成 幸存者偏差之下 张角声名确起 很多苦于瘟疫的人 变卖家产来投靠他 来自社会恶界的捐赠 更是数不胜数 使人称他 前博山脊 富于亡工 令人惊讶的是 与后世 严格镇压的白连教 拜上地教不同 张角的太平道 不仅没有被镇压 反而被东汉政府 作为善道而鼓励发展 因为东汉朝廷 对皇老之道并不抵制 而且 太平道教义相当复杂 除了讲给普通百姓 听的君贫富质问意外 还要给社会上层听的 长生不老之道 宗教愿景五花哇本 总有一款试衡 因此 张角的信徒 远不知社会底层百姓 在亡工贵族之中 同样拥有大量信徒 甚至连汉陵帝身边的 高级宦官 也有很多信仰太平道 张角的影响力 触达社会各个阶层 自称为大贤粮食 四船五入是个东汉泡谱 如果张角满足于此 那么他也只不过是 历史上诸多的教主之一 但张角有格局的地方在于 从他开始传教后 他就开始搞组织 而搞组织的目的 就是为了造反 张角从创立太平道后 就着力发展下线 曾经派遣八名弟子 前往四方传道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太平道已经传播到了 东汉十三州中的八个州 供再特的铁粉就有数十万 说大人群更是不计其数 张角成为了KOL里的KOL 顶流里的顶流 他将全国的教徒分三十六方 每一方数千到上万人不等 他甚至亲自前往洛阳视察情况 并且着力在皇帝身边 发展太平道的信徒 黄金起义之后有人发现 连十当市之首的张让 甚至都和张角有过书信往来 搞这么一套庞大复杂的组织 显然不是为了搞全国大领馆 在那个朝廷黑暗腐败 百姓民不聊生 官员内讧重重的世界里 张角为后来的举世 筹划了十几年 不得不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终于在东汉光河元年 张角正式下了决心 约定太平道的各方弟子 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 共同启并 并且确定了起义的口号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马迹 所谓苍天黄天 是汉代称美学的一种体现 原因说起来比较复杂 从秦汉到宋朝 中国人一直相信武德学说和称宇预言 对于专类政治预言非常迷信 在中国古代的历代起义军中 几乎都有一些筷子人口的slogan 比如大蜀星陈胜王 比如随默的无相辽动浪死歌 比如远默的 时人一直演调动荒谷天下满等等 但历代的造反口号里 张角提出的这句口号的水平是最高的 苍天一死 指明了起义的背景 汉朝天命一中 黄天当立 指明了起义的目标 新的天命将要登场 岁代甲子 指明了起义时间 还精确到了年月日 天下大吉 指明了起义的未来 有效提升了信徒的士气 短短是六个字 说明背景指明目标 约定时间侮辱士气 而且合着压力朗朗上口 这该在今天的4A广告公司 至少得成了创意总监 但是 虽然slogan提的很精准 但张角千算万算 都没算出来唐州叛变 唐州叛变 让张角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 太平道的教徒们头裹黄金 因此号称黄金军 由于黄金军遍布全国人士众多 各地周见对于这种起义 毫无准备 全国震动 诗人记载 黄金起义后 天下狭耳弥荡 八周运发 烟烟将天 牧手销裂 流血成船 黄金军席卷全国 各地的太守刺史 被宅杀了众多 甚至有两个王爷都被俘虏 迅速震撼了东汉朝廷 但黄金起义最直接的效果是 他为东汉朝廷各势力的洗牌 提供了一次机遇 黄金军在全国各地攻城马寨 让忙着在宫里裸温的汉林地 也不得不出面另对 只好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在御权会议上 明镇黄府松首先提出了建议 松以为移解党禁 溢出中藏钱 七元旧马 以搬军事 翻译过来就是 黄府松认为 必须解除对士族党人的禁锢 并且拿出皇帝的私房钱和宝马 用来攻击军队 此时汉林地也没有继续讨价还价的资格 宦官固然可以陪着皇帝 卖官捞钱靠祖类 可是指望宦官去镇压起义军 多少点强人算完了 在地方缺发根基的宦官亲信们 根本无力组织军队镇压皇帝军 所以 从党固制祸以来 一直被禁锢的士人们被朝廷召回 重新预议重任 被派往地方组织武装 在刚开始镇压起义时 汉林地保持了难得的清醒 部署非常得当 明镇黄府松朱骏和大陆如直 被任命为镇压皇帝的主要将领 同时 全国各州县也被授予权利 允许自行招募兵将镇压起义 实际上 虽然张角搞组织的能力很强 但军事能力实在让人难以恭维 皇帝军起兵后 缺乏统一目标各自为战 皇府松朱骏等人 率军可以逐个击破 在围剿皇帝的过程中 皇府松运用火攻等计谋 以少胜多 获得了大胜 更重要的是 在起义半年以后 当张角率领主力皇帝军与汉军 在广宗一带决战时 他居然在这个关键节骨眼上 病死了 所谓炼子只在关键时刻掉 这个一辈子以致病为由头 吸引教徒的教主 居然在一生 事业的最关键时期 死了 张角死后 皇帝军更像军心大乱 当年11月 皇府松攻灭了 最后一股皇帝军主力 斩杀张角的弟弟张宝 全国范围内的 大规模皇帝军起义 就此平息 总共只历时9个月 这场声势巨大的底增起义 就这样被东汉朝廷 轻而易举地平息掉了 但皇帝军起义虽然平息了 东汉朝廷的格局 却被永远地打乱了 全国范围内的 大股皇帝军虽然平息了 但皇帝军的余部 却在东汉各州活跃着 各地的皇帝军余部 少则数千 多则过万甚至数十万 跨州联军 令东汉朝廷难以剿灭 四年以后 太平道教徒郭泰 率领十几万教众 又一次发动起义 再次震动朝廷 为了剿灭各地 联兵不断的起义 汉林立不得不将军政权力 下放到地方 从黄金起义开始后 在各地任职的 士族官僚们 就拥有了募兵的权力 还拥有了独立的财权 刘贵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逐渐发迹的 而这些在地方上 拥有权力的士族 逐渐开始了 拥有自己独立于朝廷的势力 十人评价地方官的权力是说 周俊继如霹雳 德赵书半挂笔 在地方上 当权的封疆大力们 已经拥有了 比中央朝廷更强的权威性 黄金起义平定后 虽然汉领帝依然宠幸换官 外戚依然当朝 但士族的势力 在党雇之后解除后 已经全面下沉到了地方 在这个混乱的年代 有时只是已经认识到 天下大乱即将来临 比如 纵使刘延在分析局势后 已经认清了 东汉帝国即将崩溃的现实 决定为了避难下派地方 因此向汉领帝提出 请求到焦州当地方官 同时要求汉领帝 将过去的刺史改为周末 以增强地方官的权力 所谓刺史 最初是汉朝的一种监察官员 汉朝将天下分为13个州 每名刺史负责一个州 只有监察权而没有行政权 而刘延建议 把周末变成总领军政的实质 对州内郡县经事实上的领导 对于这个建议 汉领帝批准了 因为最初被派往地方的周末 大多是宗室或是皇帝亲信 汉领帝当时还并没有意识到 他这种行为会给国家带来什么 本来 刘延是想去远离中央的郊州避难的 可是在他听说 益州有天子气后 就申请成为了益州牧 刘延到益州后 车架排场与天子无二 事实证明 益州果然有天子气 只不过并没有印到他身上 而是印到了一个 夺探儿子江山的人身上 那个人叫刘备 周末的设立是东汉末年的 标志性事件 他标志着中央正式将权力下放 此后 东汉士族开始寻求地方实质 分层组织私人武装 而对中央的朝廷高官 逐渐不再追求 因为各大家族都看得出来 天下大乱的时代 竟然到来 有枪便是草头王 必须积累军事实力以自保 而随着中央朝廷被逐渐架空 各地的士族纷纷用力地方领袖 士族的势力 开始在地方全面展现出来了 公元189年 在帝国的内阅外患中 汉灵帝病死 同一年 外戚合进和宦官社长士 爆发火病 最终同归于尽 困扰东汉一百多年的 外戚和宦官问题就此解决 只可惜此时的帝国 已经行将右目了 随着董卢乱经 贝利皇帝 元绍等地方诸侯 终于与东汉帝国 撕破了最后一次两面 而之后的故事 就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代了 张角作为汉袍大乱的始作俑者 用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就搅动了帝国境内 蠢蠢欲动的各派势力 而他本人却早早退场了 他属下的黄金军 则大多成为了 军阀混战中的牺牲品 各位乱哄哄 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任他乡是故乡 到头来都为他人做了 加一场